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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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业务范围的拓展显然是很成功的 该公司的业务能力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尽管从开始到现在的增长率非常的高 但是 接近120美元的价格 对我来说还是太高了 如果你的资金充足的话 那么你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同样 你可以参考一下相同业务的公司的股票 例如说YouTube 亚马逊等等 和亚马逊提供的服务类型非常的相似 都是提供网络资源服务 我对Netflix有些担心 投入它 收入可能会有200到500倍的增长 股票的价格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 出现了500倍的增长 它的很多计划目标都成为了现实 但是目前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也许几年以后 这个公司的股票可能将会翻倍 但是 目前对我个人来说 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入场价格 虽然这家公司发展得很好 他们的业务 视频资源和版权估价是500亿美元 是的 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订阅用户超过了7000万人次 这些都是它的无形资产 并且它在10年前只是一家靠出租 邮寄DVD和VCR产品的商家 去年Netflix投入的版权资金 超过了20亿美元 Netflix的最新热播的200部剧中 大约有113部都是无法从亚马逊和呼噜上看到的 可以说它的版权一直都是它的优势所在 而关于Netflix的股票 我将会等到它再次下跌到40美元左右的时候 选择一个适合的时机入场 而关于目前的112美元的价格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 要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 我连22美元的预算 都没有打算给它的股票中投入 好的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杜高斯贝电视的合作伙伴 你们的主持人马修斯蒂文森 记住 钱可以照顾你 但是他不会照顾他自己 it cannot take care of itself